上辈子 我因为救下被猥亵的邻居女儿 遭到网报 结果两家和解 我成了被谴责的对象 因为网报 我的妹妹被侮辱致死 父母跳河自杀 我愤恨放火烧了邻居家 重来一世 我眼睁睁看着老头的魔爪 伸向邻居女儿 而我直接转头就走 这圣母爱谁当谁当 可所有人又开始谴责 我没有救下邻居女儿 这人也太恶毒了吧 猥亵小女孩就算了 还让老头出来背锅 听说她还是个暴露狂 能生出这种畜生 估计她父母也不是个好东西 这种人是个女的就发骚 你们说她平时在家 会不会和老妈 妹妹也不亲不出 人渣赶快去死 网上无休止的谩骂 令我和家人都精神疲惫 原本打算投资 我工作室的老板也反悔了 父母怒斥我不该去当烂好人 晚上妹妹没有回家 等我找到时她已经没了呼吸 血流了一地 手机里只剩下冰冷的文字 哥 我解释了他们不听 哥 为什么我们做好事也错了呢 失去女儿 父母伤心欲绝 跳河身亡 我恨意冲天 明明我救了别人 为何落个家破人亡 带着汽油 我进了邻居的家 火光蔓延 既然你们没有人性 那就同归于尽吧 再次睁眼 看着拐角处正被猥亵的邻居女儿 我扭头就走 后视镜里 女孩正被一个老头紧紧抱在怀里 对方的猪手已经伸进了裙子 上辈子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冲了出去 现在我只想离他们一家越远越好 回到家 爸妈在厨房做饭 妹妹在书房刷题 我这才感觉到真实 伯达 我让你烧的酱油呢 嘿嘿 我给忘了 我妈的眼神想叨了我 恰好妹妹走出来 我哥肯定又忙着打游戏了 妈 你等我现在去买 十几分钟后 妹妹气喘吁吁回来 不好了哥 邻居的女儿死了 我心头一阵 身体不受控制的跌坐在沙发上 谁死了 我妈拿着锅铲从厨房跑出来 我也不清楚死没死 就是看到她被父母抱在怀里 我三魂归位 细想又觉得不对 出事的地点偏僻 清清怎么可能会去那里 问了后才得知 她是买完酱油被叫过去的 叫她的人是邻居张铁水 对方说女儿不见了 让清清帮忙找找 然后她就跟着去了事发地点 当时张铁水的老婆柳翠霞 正抱着女儿在哭 还说孩子死了 让她赶紧报警 后来 张铁水就让我回来了 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头 什么老头 清清不明所以 我打了个哈哈算是过去 我以为这只是个插曲 不成想我家再一次卷了进去 晚上 柳翠霞敲响了我家的门 季大嫂 你能不能帮忙照看一下我公公 想必你也听清清说了 我女儿被坏人欺负 她现在住院我和铁水 都要过去照看 家里只剩下我公公一个人 白天我妈还唏嘘 这会亲耳听到眼睛立马红了 我妈这几天腰疼不方便 我挡在门口 你公公虽说七十多了 可好歹是个男人 这种事情还是请个护工方便些 你爸 季大哥不也在家吗 柳翠霞推开我就想进门 眼睛低溜溜转着往我们客厅瞅 我爸有高血压 照顾自己都困难 邻里邻居的这要真出了事 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你家赔偿不是 更何况你公公瘫痪多年 这擦屎瓜尿的 谁和你说我公公瘫痪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黑心 不帮忙就算了还咒我们 还好意思说我咒他们 上辈子就是柳翠霞 鼻涕眼泪一大把来求帮忙 还说自己公公瘫痪在床 没人管就要饿死了 我爸妈念他们可怜 立马答应帮衬一把 我更是因此给他女儿 介绍心理辅导 可他们是怎么回报我家的 他说我父母趁他家里没人 故意毒害他公公 还说我不紧 欺负他女儿 还试图从他家身上挣钱 记者上门时 他那原本瘫痪的公公 蹭的一下从轮椅上站起来 我有手有脚 怎么可能让别人来照顾 几家人就是故意来害我的 因为他们害怕真相暴露 我们一家这才知道 人家是装的 可为时已晚 任凭我们有千张嘴 也说不清楚 至此我便知道 他们一家没个好东西 现在我抢先一步说出他的话 就是为了让他吃憋 博答 好好说话 我妈瞪了我一眼 可心里也有了底 张家妹子 不是我们不想帮 实在是我和你大哥不方便 后天我侄子结婚 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过去了 见此 柳翠霞也变了脸 临走前嘟囔了剧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活该你儿子 连个对象都没有 这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妈一脸无语 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刚才开门前 我就给我妈打了预防针 加上这家人刚搬来时 老是把垃圾扔到我家门口 我妈对他们也心存芥蒂 咱们千万不要同情心太泛滥 人心隔肚皮 别哪天再被人算计了 哥 你生气是因为 人家说你找不到对象吧 轻轻对完我立马躲回了房间 马上高考了 你还不赶紧刷题 再说了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 游戏里大把的女人叫我老公 我都不为所动 谈恋爱只会影响我敲键盘的速度 有就赶紧带回家 让我和你爸看看 天天带着一群男孩子 折腾你那个破工作室 你不着急找 他们父母能不急 妈 我错了 我这就下楼找广场舞大妈 给我介绍几个 柳翠霞刚才在我家碰了钉子 肯定还会找下一个倒霉蛋 好巧不巧 他找的这个倒霉蛋是五楼的林大妈 那个上辈子第一个在网上污蔑我的中年妇女 就是他的伪证让网友深信不疑 后来几个极端网友来找 他更是带着那些人去了我家 墙上鲜红的咒骂 门口腐烂的鸡蛋菜叶 无一没有他的参与 而他做这一切 仅仅是因为柳翠霞承诺的两百块钱 如今他成了倒霉蛋 我就放心了 到时候他们狗咬狗的大戏 想必会相当精彩 我乐呵呵地回家睡大觉 殊不知 一觉醒来 我再次被网友攻击了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男人 这都不救 无视伤害就是施暴者帮凶 今日我若冷眼旁观 他日义无人为我摇旗呐喊 这人谁呀 拉出去枪壁都不为过 视频是从侧面偷拍的 画质十分清晰 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在目睹女孩被猥胁时 转身离去 评论区骂我的 比骂老头的都多 我妈看到视频 拿着擀面杖掀了我的被子 臭小子 我就是这么教育你的 就是哥 虽然隔壁两口子人不咋地 可他们女儿是无辜的呀 你们根本不了解真相 我妈压根不听我解释 拉着我就往邻居所在的医院跑 我知道我妈心善 因为我没救人 心里很过意不去 到医院后 姿态都低了很多 张家妹子 你闺女现在怎样了 怎样 被人猥胁了呗 若不是因为你儿子不救她 她至于现在躺在这里 不顾病床上睡着的女儿 柳青霞 大声呵斥我们 既然你们来了 省得我上门去找 五万块 算是赔偿我女儿的精神损失费 要我们赔钱 我妈没想到自己过来慰问 反而被讹上了 那就让我道歉的话 终究验了回去 怎么 妈 你们还不想赔钱 那好啊 那就让你儿子继续被网友骂吧 总有你们过来求我的时候 柳翠霞将我们人赶出来 东西倒是留下了 回去的路上 我妈一直沉默不语 大概是受了打击 我们还没到家 轻轻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哥 你快上网上看看吧 好家伙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我妈被气晕了过去 仅仅十几分钟 柳青霞就录了视频发出去 镜头前 他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他们不救我女儿就算了 还来威胁我们 让我们去网上澄清 和他们没关系 那个博打很是嚣张 他说谁让我女儿穿裙子出的门 穿那么短不就是给人看的 我老公今天不在 他居然还想摸我的女儿 甚至把手都伸了过去 我都跪在地上求他们了 可他说如果我不赔偿 他的名誉损失费 以后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一家 倒打一耙 算是被柳翠霞完明白了 传下去 帮兄叫博打 太嚣张了 我必须要爆料 倒霉但林大妈 再次泄露我家信息 就差带人过来揍我了 我妈醒来吓坏了 博打 都是因为你闯的祸呀 妈 你好歹也活了几十年 难道就没看出来 这其中猫腻 什么猫腻 若是你当时救了人家 他们现在至于这么恨我们 他们恨咱们是因为没有道歉 我爸推门而入 老婆子 你真是老糊涂 从昨天事发到现在 我们一点都没听到 关于犯罪老头的消息 其实从视频就可以看出了端倪 施暴者和受害者面部 都打了马赛克 唯独我这个旁观者 全程高清 我爸退休后 闲不住 又去当起了环卫工人 他从别的环卫工人那听到 事发后 张铁水就报了警 可结果 却差强人意 猥亵事实确实存在 可惜那的老头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家庭条件也不好 双方昨天在警局 就达成了和解 柳翠霞 只要到两万块钱 如果他们一家图钱 必定要再找提款机 这也是上辈子 我就算救了人 也被算计的原因 轻轻一晚上 没睡在网上解释 换来的只是 更恶毒的咒骂 若博达当时出手相助 哪还有施暴者和受害者 老头也是可怜 肯定是因为生病 才做了糊涂事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 不同意见 笑死了 什么时候不见义勇为 成了被网报的理由 就是 你们要是看到摔倒的老人 敢不敢立马去救 接下来 我们一家出门 被人指指点点 我还险些被人揍了 我妈每天都爱声叹气 我爸倒是乐观 刚好可以趁此机会 看看哪些人是真朋友 防止妹妹出事 我将她带到了我的工作室 这里都是我的好兄弟 也是我强有力的后盾 上辈子 他们因为年少气盛 与打我的人动了手 被人辱骂诅咒 还被关进了橘子 如今 我都要一笔一笔地讨回来 儿子 张铁水上门要钱了 这几日张家人被网友捐助了不少钱 胃口也大了 张嘴就向我妈要二十万 我等的就是她狮子大开口 大手一挥 我冲着楼下发布施令 兄弟们 开工了 我们家没钱 况且我只是没见义勇为 不是杀人放火 而且 像你们这种人根本不配为人父母 我和张家人的对话 被他们放到了网上 网友骂得更狠了 就在这时张家人找来了记者 扬言要为自己女儿讨回公道 伯达先生 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你们与其在这骂我 不如好好找找是谁派的视频 并且发到的网上 这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真相虽然残酷 但更能警醒示人 我的迷惑发言 记者懵了 可我语气笃定 眼里毫无心虚 又让他们起了疑心 当然 骂我的还是很多 不过 已经有人开始化身 福尔摩斯推理调查 很快 发布视频的账号 ID被扒出 甚至对方用的 什么型号手机都显示 很快张铁水沾了出来 这是别人匿名发给我们的 最起码他让我们知道了 施暴者是谁 我很感激对方 求求大家不要牵涉到无辜的人 这次网友倒是明辨是非 纷纷表示 绝不伤及无辜 博达才是真正的坏人 他居然想利用我们网报 拍摄视频的人 这种人简直就是男人中的败类 我拿出调查到的东西 给自己开了个视频号 第一条发的是 那个老头的过往 他从年轻时 就不间断地骚扰猥亵别人 有妙龄 少女 老太太 男女儿童 他家以前条件不错 现在这么困难 完全是因为赔钱赔的 如今都报应得病了 还忘不了那档子时 上辈子为了捞到更多的钱 他们一家 或张铁水合作 硬说是我指使的 这次我先下手为强 你们口口声声 为女孩讨回公道 可你们有一个 问过施暴者的过往 因为现在病了 往日的恶行就可以被掩盖 因为家境不好 就可以轻易地被原谅 若是这样 那大家都去胡作非为好了 说我冷血无情 我只是在自保而已 因为 真相比你们想象的更恶心 小说看多了吧 她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有人提出质疑 可很快就被其他人回复 是真的 刚才我妈说 她朋友年轻时 就是被这个老头给骚扰了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我就是被这个狗老头 摸了屁股 那时她还在村里 还会把一些独居老太太 强行拉进家里 大部分觉得丢人没追究 遇到厉害的她儿子 就给挟钱了事 我的天哪 真的假的 女孩直接发出一段监控录像 视频里老头比现在年轻 对一个戴着头巾的老太太 上下棋手 被拒绝后更是破口大骂 这么多年没男人 就不信你不想 我满足你是看得起你 紧接着我收到她私信 需要的话 我可以作证 我回复谢谢 对方反过来谢我 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事发第二天 那的老奶奶就跳河自尽了 如果我早点看到视频 是不是就可以阻止这场悲剧 现在也不晚 老头虽然得病了 可他那住着为内的儿子还活着 他们或张家人沆瀣一气 也是时候付出些代价 眼看网友要将矛头指向老头一家 柳翠霞上门了 我也不为难你们 十万块不能再少了 爸妈将人迎进门 我冲着轻轻使了个眼色 钱我可以给 但是你们必须在网上澄清 就说是你冤枉了好人 见我答应得这么爽快 柳翠霞有些后悔 这视频拍得那么清楚 现在网上也传得厉害 我解释人家也不一定听了 我不是还陪你老公去找你闺女了 我们家怎么就无动于衷了 轻轻从屋里出来 因为有点太急 一不小心扑进了对方怀里 张仪 做人要讲良心 你这样以后谁还敢帮着你们 柳翠霞一脸猛 你什么时候帮忙找我女儿了 果然有猫腻 我故意表现的愤怒 说我们冷血 我看你家人才是真的居心叵测 回去问你老公去吧 柳翠霞走后 轻轻一脸得意 哥 东西放好了 张铁水让我带十万去医院 他会全程直播向网友澄清 爸妈买了礼品和果兰 我特意让清清给我化了的憔悴妆 他们家女儿现在在VIP病房 等我到时房间里好几个网红 个个都拿着手机支架 他们女儿今天倒是醒了 不过看起来十分虚弱 眼里一潭死水 张铁水的脸上有几道划痕 柳翠霞起身迎我时 一条腿貌似不太方便 我答 来都来吧 带什么礼物呢 柳翠霞接过东西 回头看了张铁水一眼 就是就是 这件事也不全是你的错 我昨天还和你柳翠说 去你家道歉呢 我知道直播早已开启 站在原地默不作声 等着他俩表演完 终于到了我表演的时间 我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张铁水 柳翠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胆小如鼠 没有挺身而出 我好后悔 当时没有救下你女儿 让她遭受这些伤害 被网报是我活该 谁让我没有见义勇为 你们是我邻居 我就算拼了命 也应该帮忙的 今天我来就是为自己的懦弱 向你们道歉 这十万块现金你们收下 如果不够我可以卖房 卖工作室 总之我会对你们女儿负责到底的 我冲着旁边直播镜头 露出为难的表情 然后轻声说 感谢你们今天到现场作证 我博达说话算话 绝无虚言 张铁水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他一把拉起我 博达啊 你能这么想你 的父母一定十分骄傲 你放心 这件事到此为止 直播间的朋友们 你们都看到了吧 博达现在已经真心悔过 也请你们口下留情 不要再网抱他了 张叔 你女儿是伤到脑子了吗 我怎么觉得他精神不太好 哎 都是那的死老头 砸伤了我女儿 他自从出事后 一直昏昏沉沉 你柳一眼都快哭瞎了 张铁水当着所有人的面 对老头破口大骂 反观柳翠霞面无表情 甚至眼神带着讥讽 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一个网红 突然面露金色 紧接着 他和其他人面面相去 都是我的错 我真该死 我唯唯诺诺 和之前判若两人 张铁水终于发现了端倪 发生什么事了 他躲过手机 看了一眼就暴跳如雷 污蔑 这是污蔑 我怎么可能害自己女儿 是不是你做的 他揪住我的衣领 张叔 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 你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 逃出病房后 我慢悠悠地拿出手机 直播间已经疯了 这次全是咒骂张家夫妇的 在我进入病房后 网上出现了一段录音 女儿出事那天 你是不是让季青青帮忙找人 是柳翠霞的声音 时间应该是昨天 她从我家离开后 没有的事 张铁水 你最好和我说实话 你什么人我会不清楚 本来他们都答应给十万块了 可我不知道你找了季青青 又把他们惹怒了 你做什么事情之前 能不能有点脑子 张铁水怒了 只要网上还有一个人 为咱们说话 他们几家多少钱都得赔 我现在不关心赔钱的事情 我就想知道 季青青那天 到底是不是你找来的 是又怎样 我找他是来当证人的 不然你以为警察 会凭空口白话 相信咱们 若不是你坏了我的好事 在警察局 我们就能捞一饼啊 紧接着是巴掌声 应该是柳翠霞 打了张铁水 这么说视频也是你拍下来放到网上的 那是你亲女儿啊 你知不知道若不是我及时赶到 女儿就被人渣给毁了 我还没说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呢 你这个没有见识的婆娘 我不多挣点钱 咱们儿子以后买房娶媳妇拿来的钱 你这个畜生 你明明知道那的老头以前 对啊 我就是知道才找的他 当初你被他强奸时 不知道多要些钱 现在我连本代理拿回来 有什么不对吗 我跟你拼了 接下来就是两人互殴 果然 真相远比我想的更恶心 网上已经炒翻了天 他们说我肯定是因为知道了真相 才不愿意出手相救 没人能挡得住亲人的毒害 而且以张铁水的心思 就算我救了人也会被额一大笔 他们猜得没错 上辈子因为我的插手女孩 没造成什么伤害 再加上老头患病 赔偿也是极少 所以他们才把心思打到我的身上 造谣是我拍摄的视频 并且泄露出去 让我有口难辩 一切太过巧合 所以我才用了招引射出动 故意让张铁水 听到工作室兄弟的话 说我们那里有黑客 谁发的视频都能查到 加上我的嚣张态度 网上的言论 张铁水自然信了 他迫不及待的 替发布视频者澄清 更让我觉得整件事都是早有预谋 如今真相大白 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但很快我就有了答案 还是细心的网友找到漏洞 若他们女儿没有受到实质性伤害 那柳翠霞之前污蔑我的话也是假的 他的女儿更不可能昏迷好几天 答案呼之欲出 医院的医生火速对女孩血液进行化验 发现对方体内有过量安眠药的成分 这家人实在太可怕了 我妈吓得贪坐在沙发上 是挺可怕的 见过重男轻女的 没见过用女儿清白来为儿子铺路的 血肉至亲 他们怎么舍得 也许是因为我出生在有爱的家庭里 我和妹妹相处极好 如果有人欺负她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对方受到伤害 妈 清清呢 说是有你的快递下楼取了 我心里一惊 我最近都没有购物 万一是她找的借口呢 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 下一秒一条短信出现 一个人出来 否则我让你妹妹死无全尸 上辈子妹妹死亡画面在脑海中闪烁 我洋装镇定出了家门 等我赶到对方说的烂尾楼时 地上是鲜红的血液 我的妹妹不见踪影 哥 为什么我们做好事也错了呢 我浑身颤抖 忙一层一层地找 我不敢喊 我怕越喊对方下手越狠 前世 我只见到了清清残破的身体 我抱着血流不止的她哀嚎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天要对我们这么残忍 我想杀了那些极端网友 可还没来得及找到他们父母就跳河死了 罪魁祸首是张家人 所以我放了把火与他们同归于尽 难道是因为我连累了他人 所以就算重生妹妹还是遭了毒手 这就是我做坏事的报应吗 还是说这一切只不过是死前的幻梦一场 我看着下面的废墟 第一次对自己重生这件事产生了怀疑 一只脚迈向边缘 是不是跳下去就可以醒了 哥 果然是梦 幻听了 博打你个耸祸 故意装看不见我是吧 轻轻回头看到灰头土脸 被绑着手脚的妹妹正蹦蹦跳跳朝我过来 你没死 我眼泪鼻涕一大把 我当然没死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轻轻说是张铁水绑架的她 目的只是要钱 她说警察要抓她走 可她根本没有给女儿下药 这才想拿钱跑路 上次我给的红包里有钱不假 可大部分都是白纸 可她没想到的是后面居然有人跟踪 轻轻被绑后对方就陷了身 随后两人扭打起来 那他们人呢 掉下去了 你上来时难道没看见他们 我从草堆里找到了张铁水 面目全非 好在还有气 至于另外一个年轻男人已经死了 听他俩对话 这个人的姐姐之前就是被强奸致死的 所以非常恨张铁水利用自己女儿捞钱 难道这就是上辈子害死青青的人 糟了 人死了 咱们油嘴也说不清了 那怎么办哥 我不想坐牢 别怕 你就说啥也不知道 一切有鸽在 这一次 我绝对要保护好妹妹 呜呜 你真是青哥 以后我再也不和你抢排骨吃了 正说着警笛响了 十几个警察向我们奔来 季青青你没事吧 廖警官 我都要吓死了 我眼睁睁看着青青身子一软 倒在了警察怀里 什么情况 你就是青青哥哥吧 你没他刚才非常勇敢 原来 青青在张铁水与人搏斗时 用人脸识别打开手机 呼叫小爱同学报警 最狠的是他还全程录像 所以 刚才他是在吓我 我哭笑不得 眼泪又流了下来 最终 张铁水被送进去采缝刃机 柳翠霞遭到网友攻击后 反而和倒霉蛋林大妈掰扯起来 因为他公共死了 警管医院说是老头子自己摔倒 引起的脑梗死 可柳翠霞认为林大妈收了照看的钱 就有义务照顾好老人 林大妈只能赔钱了事 原以为这件事过去了 没几天柳翠霞被警察带走 听说是他女儿举报的 说隔壁老头死的那天柳翠霞回过家 警方到达后柳翠霞已经从楼上跳了下去 当场死亡 得知后这一切 我买了树花前往医院 女孩如今精神很好 看到我来脸上露出微笑 简单的慰问过去 我起身离开 他对着我的背影说 伯达哥哥 谢谢你救了我 救你的 是你自己 未来的路 可以放心大胆地走了 没有这对吸血鬼父母 他的未来一片光明 从第一次来医院时 我就发现了张亚男的不对 张亚男也就是张铁水的女儿 临走前 我在他的枕头下放了张纸条 让他有困难可以找我 期间趁着父母不在 他联系过我 那晚我让轻轻借机将一枚金币巧克 力塞进了柳翠霞的兜里 安眠药是他自己吃的 他早就被家庭折磨得得了抑郁症 爸妈一直喜欢男孩 就算有了哥哥 他们也是如此 哥哥喜欢吃金币巧克力 所以我也想尝尝那是什么味道 其实 就算张亚男没有很下心把录音交给我 我也有后手 经过前世 我真的很难再相信他人 何况他还是张家人 所以 就他的确实是他自己 哥 那张铁水的儿子真的在外面上大学 上个屁 我妈将一盘排骨放到桌上 刚过十四岁就因为故意伤害 指人死亡进去了 趁着妹妹震惊时刻 我赶紧夹了几块排骨 我打 你还我排骨 什么你的排骨 你忘了上次自己说过什么 妈 你管管哥 锅里还有蒸什么蒸 你们兄妹俩真是看不见想 见面了掐 我爸乐呵呵地看着我妈训我们兄妹 然后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 吃饭不准抽烟 我们娘仨一致回头 嘿嘿 我给忘了 夜色将至 客厅传来我们一家的笑声 不知我们 还有此刻那些房间里亮着灯光的他们 番外 前世 某小区发生火灾 四死一伤 幸存者是最近热搜里的受害者张亚男 据他描述 张亚男没能抵住良心折磨 顶着那张毁容的脸说出了真相 他是被爸爸威胁故意等在那里 视频是爸爸拍的 妈妈知道真相也没有为他做什么 反而跪在地上求他 若是现在说出真相 被网爆的就是我们家了 那些骂过博答的人都反过来为他说话 继续将矛头指向了张亚男 他们说他忘恩负义 活该被欺负 他们说是他害了博答 就应该去死 他们似乎忘了 在前不久才诅咒过博答去死 所有人都开始为博答说话 之前我就想不通 为什么救人者会被网爆 他临死前还拨打了199 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没有好报呢 是我们错怪了他家 几家人的坟前堆满鲜花和蛋糕 只因 季青青被害那日刚好是他的生日 几日后一个年轻男子自首 他说是自己杀了季青青 还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姐姐 也有同样遭遇 网友对他口诛笔伐 甚至在网上发起投票 若能换博答重生 你愿意舍弃身体上的什么 我愿意减去一天寿命 哥们一天也太少了吧 每个人一天不就很多了 痴疮行不行 我身体不好不敢多给 我愿意以命换命 这是张亚男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既然错由他而起 就让他为家人赎罪吧 全文完 我愿意赎罪吧 我愿意赎罪吧